抱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我特别害怕 就是我也设想过 就比如说人特别多 我真的觉得挺害怕的 那时候我跟我这个老公 谈恋爱的时候 他有一次跟我说 你知道因为我们说恋爱的时候 在美国嘛 在美国就是有那种求婚的 比如说看篮球 突然那大屏幕一闪什么 我爱你什么的 然后来那个时候 吴忠祐跟我说 说我觉得就是哪天 咱们俩正好在那个看戏呢 然后突然都停下来了 突然就宣布我向你求婚 我说别别 那个清场里还要留一束 注意光 大概你的脸上 因为我就被这个想法 就吓得都睡不着觉 我就觉得哎呀多害怕呀 多害怕呀 最后那个实际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根本就没有这过程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次 他出差小别吧 然后到机场我去接他的时候 然后接了他 然后我们一起很拉着手 从机场出来 要上出租车的时候 上出租车的时候 突然就把我手拉过来 他说这就戴上吧 这就给我戴上 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倒下来的 这人太容易得手了 我觉得与其说 你们的这个求婚过程 像一个童话的话 倒不如说 就是你要走入婚姻这件事 对我们来说挺童话的 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你一直都是一个小女孩 是吗 一个那个公主范儿是吗 然后忽然这样一个人 要走入婚姻 称为别人的老婆 关键有老婆 好不可思议啊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 演媳妇戏演多了吧 我对婚姻反而没有那么恐惧了 以前像二十岁出头吧 或者甚至二十四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听说谁结婚了 都会觉得 他结婚了 都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然后拍完这么多 就是家庭剧以后 我觉得其实婚姻 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让我恐惧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可能也差不多到时候了 今年也三十岁了 也该 其实已经算是晚婚了 这件事 我对婚姻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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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lume 你的婚姻 还算我 逼שר 行